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一位资深的中医 很负责 说可以治疗这小伙儿的鼻炎 俩人还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进行病情的交流 之后 李医生就说了 小伙计 你这不是鼻炎 是生育方面的疾病 这个病在医院是查不出来的 也是无法治疗的 不过我可以帮你检查一下 确诊是什么疾病 于是 俩人就相约去宾馆 开个房 检查一下身体 俩人相约而至 在某宾馆就见面了 李医生先是把了板脉 说 小伙子 你确实患有生育方面的疾病 如果要确诊是在哪个阶段 就需要发生关系 一遍确定病症处于哪个阶段 这小伙儿一听 立即就拒绝了 李医生又说了 那你不检查 可就没办法开药了啊 经过这李医生啊 几番的游说 俩人发生了关系 这小伙儿呢 还给人家200块钱的腰费 真是治病头衣衣 空手回 菊花已成 向日葵 事后啊 这小伙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就觉得自己是被这李医生骗了 不是 鼓起勇气 报案了 有网友就说啊 这女性对男性 或者是男性对男性身体的侵犯 不构成强奸 只能视情况而定 按其他罪行论处 这下你可悲催了 还有网友说 这哥们得得势必严嘛 应该去医院测测治伤啊 就这都被骗 真够无语的 俗话说啊 这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鸟多了呢 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 有媒体报道说啊 有位参加完高考的男生小王 考完之后呢 没什么事了 就来北京看望在北京打工的母亲 打工很辛苦啊 还是住的地下室 一次呢 偶然的机会 这小王啊 就看见隔壁房住了个小女孩小隐 看到这女孩的背影啊 很是喜欢啊 有天晚上 小王就想着这小隐 是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就想这地下室居住的人 大多都不锁门 于是就摸到小隐的房间门口 发现他果然没锁 顿时心生邪念 欲行不轨 小王从自家厨房啊 就拿了把菜刀 又拿了个拖把 就来到小隐的房间了 先是拿起拖把杆 敲打小隐的脑袋 把人打晕之后呢 就准备干坏事了 这时候啊 这小王一下就看清了小隐的正脸 就觉得吧 就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随即停止了 之后啊 小王是求小隐 哎呦 拜托拜托 千万别报警 我求求你了啊 这为了安抚小王的情绪呢 小隐只好先假装答应 等小王走了 小隐立刻就报警了 随后 小王就被警方抓捕归案 之后 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消息 王某涉嫌犯强奸罪被批捕 丰台区检察院解释说 本案中 王某以强奸为目的 进入小隐房间 使用拖把杆殴打小隐 并用菜刀相威胁 已经构成强奸罪 王某在犯罪过程中 有能力继续犯罪 而自动放弃犯罪 属于犯罪中止 但是 王某的行为 本身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过程中有使用 器械殴打被害人的情况 暴力倾向较为严重 对败害人小隐身心伤害较大 应当追究其行事责任 最近美国有个男的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选择 就跟媳妇和妈同时落水 你会救谁的选择一样艰难 这哥们呢 发布了一条广告 还派了一张笔格犬的照片 标题就是 免费送给任何愿意收养的家庭 是这么说的 我的女友不喜欢我的笔格犬茉莉 所以我不得不为她找个下边 她是来自富裕地区的纯种犬 我已经养了四年 这哥们呢 还列出了这只宠物狗的一些特征 是这么说的 她喜欢玩游戏 没有受过训练 因为毛发较长 所以有点难伺候 尤其是知见 不过呢 她很喜欢修理它们 她会整宿整宿地叫唤 然后在我工作的时候呼呼大睡 她只吃最好最贵的食品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之后 她从来不会跑到门口来迎接 我心情不爽的时候 她也不会给我关 她不咬人 但是脾气极坏 您说至于吗 一个广告还啰里巴嗦的 其实啊 是挺啰嗦的 这亮点呢 是在这里 最后啊 这哥们画风一转 表明了真实意图 所以 有没有人对我这个三十岁的自私又邪恶的外经女友感兴趣 请速速把她领走 我和我的狗狗想尽快被她找到下肩 搞了半天 原来是这哥们的女友要求她在自己和宠物狗之间做出抉择 于是呢 她在网上就登了这么一则广告 还放上了宠物狗的照片 还描述了一大堆的陋习 最后竟然求人赶紧把自己的女友领导 目前啊 还不知道这哥们的女友会对这条广告有什么反应 不过最起码宠物狗茉莉能够长出一口气了 有网友就说了 真是罪了 跟狗过吧 强烈支持你把女友送走 跟着你啊 也是倒霉 有媒体报道说 近日警方破获特大走私动肉案 查扣动鸭脖动鸡爪约800吨 生产日期显示 肉龄竟然长达三四十年 更有80后 鸡丝人员查处了一批 比她年纪还大的 七零后冻肉 有网友就刚才说了 哎 三十年前家里条件不好 吃不起猪蹄鸡爪的 经过这多年的打拼 今天终于能尝上那时候的肉味了 还有网友说 本人屌丝 没喝过82年的Lafie 居然有幸能吃到82年的泡椒凤爪 这肉质沉淀三十年 独漏声色 只为三十年后的经验世界 要与山说吧 这80后海关小鲜肉 遇到这70后老冻肉 该有的规矩还是不能少啊 是不是应该叫一声尊上啊 据肚娘说啊 僵尸肉是指冰冻多年销往市场的冻肉 据已有报道 僵尸肉多为走私品 质量安全不能保证 这些肉呢 有的来自疫区 有的严重过期 用化学药剂加工调味之后 就变成了卖向极佳的美味佳肴 有次的冻肉都是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 如果吃了携带禽流感啊 口蹄疫啊 风牛病啊等等这些细菌病毒的冻肉 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啊 一定要仔细甄别 您买的凤爪啊 猪蹄啊等等那些冷冻肉 是不是假货 那分别不清的时候怎么办啊 先忍忍 先不吃 千万别一激动吃了僵尸肉 小心点僵尸肉 好啦这期的雨生今晚说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